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 玉婷 全台机器准备帮台湾的女儿全后林玉婷议员 女子五十七公斤级金牌站周日凌晨三点半就要登场 不甩性别争议我们用实力说话 来到了奥运赛场上大家都想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制定出最好的策略跟方案 而这次林玉婷将首次对上年仅二十岁的波兰好手 瑟瑞梅塔 两人身高相差十公分 林玉婷一百七十五公分 对手只有一百六十五 尽管人家五岁开始练空手道 十三岁转战全台 二零二三年欧洲运动会在五七公斤级拿下第五名 外界称瑟瑞梅塔是这次奥运的黑马 一路征战还打败林玉婷最大假想敌菲律宾好手佩特西奥 对手优势是速度跟快速反击 林玉婷则擅长出反击拳 要抢下金牌 拳机教练也分析 除了教练当场的战术指导 也要善用我们的身高优势 我觉得身高上的差距 就等于我们的手的轴距来说 我们应该采用中距离打法 而不要跟他用近身来对抗 不过外媒分析 波兰选手瑟瑞梅塔风格怪蛋 比赛中强将手放低挑衅对手 被打时还会冲着对手削 或跳起来试图干扰比赛 赛前更是犯话谁都不怕 不过拳机教练说 其实不用太在意 林玉婷经验丰富 靠技巧取胜而非力量 我觉得玉婷只要保持好 最好的状态上台去应战 然后随时兼聚教练的战术 而赶快去做战术改变的变化 这样就可以了 林玉婷在巴黎奥运一路过关斩将 而全台民众也持续为他撑腰 成为最坚强后盾 TV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林玉婷深陷性别争议 外界现在也指引起 体育署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太慢了 才让这整个国际的行程不利 于这个林玉婷的言论 似乎也让同样是中华队的 网球国手谢淑薇看不下去了 他现在就点名 中华奥会跟全级协会 是不是该有点动作 出来捍卫选手的权益了 不是我们软弱 而是我们希望选手 在他的意愿之下 我们执行我们该做的事情 奥运全级国手林玉婷 深陷性别争议 遭受国际级霸凌 体育署IP过了一周才有反应 这似乎也让奥运网球国手谢淑薇看不下去 脸出闻声援林玉婷之外 也点名全级协会和中华奥会 去年时隔就该提告捍卫选手权益和尊严 如果我是协会理事长 保护选手也是我的责任 口中说的就是2023的市井赛 林玉婷当时拿了铜牌 却被IPA取消资格 如今在奥运殿堂 林玉婷性别风波又重演 体育署也强调 7月30JK罗林首次攻击林玉婷 体育署隔天就发了声明 医疗报告也早已给 国际奥会所有参赛资格都没有问题 政府和国人上下一心 无惧国际霸凌 要全力作为林玉婷金牌战 最强后盾 TV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而林玉婷现在保秀性别争议 连带的连土耳协议的艺人吴凤也受到了牵连 不过现在他用拍影片这样的行动 用他的母语呼吁不该有任何不尊重人的行为 甚至像是YouTuber阿滴影帝黄秋生 现在也都选择了陆续发文来声援林玉婷 尽管是台湾女婿 但因为是土耳其 仍意外受牵连 艺人无缝饱受网友谩骂 其应于奥运赛场上 林玉婷受到的不公对待 日前林玉婷对上土耳其选手卡曼拉 却遭对方手笔X暗讽性别争议 吴凤之言很没礼貌 更有母语歌空喊话 国际权总执着的点就在XY染色体上 但站在医学角度苍蓝歌是这么看的 因为荷尔蒙检测 像这次国际奥会 它荷尔蒙检测 它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告不同 染色体排列有例外 认为在检测性别这关测荷尔蒙 相对客观 但因为很多人还是不明事理 YouTuber阿滴选择用语言优势 替林玉婷辩解 用全英文在误会林玉婷的文章下留言 翻成中文看 喊话对方你传达错误讯息 林玉婷是很勇敢的女运动员 而且有大量证据 至于曾相挺林玉婷的黄秋生 一直以来很关心台湾事务 也二度发文 拿着不同形状的马铃薯 证明石头可以吃 是懂得巫术的巫婆 才做得出来的暗奉JK罗琳 上升到国际事件的争议 自己人不能默不吭声 就是顺庸权 讲不去查不到 台湾好手孙震代表台湾 出军巴黎药运的霹雳舞丧幕 其实台湾在2020年 就开始有霹雳舞的积分赛 让霹雳舞能见度已经大幅提升 现在更有选手要来代表 参加奥运 又来挑战拿牌 新闻定景点前 跟着节奏无力全开 台湾好手孙震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奥运P65选手 孙震出身新竹 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依娜 她在921大地震当天出生 因此有了很在地的英文名Quick 从小一就在家自学霹雳舞 一路练到高三 在青少年时期 有好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往返新竹 跟台南 这也让她有机会在学武阶段 就汲取南北两地的舞风跟技巧 但其实霹雳舞以前台湾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不高 教练说列入国际比赛的积分之后 明显改善这样的情况 霹雳舞的普及率多了大约两成 2020年在台湾的政府机关 他们有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积分赛 偏向奥运的正式比赛 他会有相关的资格 那所以很多的舞者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 而盘点今年的奥运总共有16位的霹雳舞选手 我们知道的是有6位来自亚洲 而舞蹈会因为各个地区演变出不同的风格 那台湾来讲又有哪些特色 音乐下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英文歌场景 背景音乐是动感的华语歌曲 还有表演团体会融合正头舞龙舞式文化 我们可能像美国看 可能像日本看 像等等地方看 那我觉得比较大的状况会是 我们会融合了其他国家可能好的地方 但是发展出自己特色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霹雳舞列入国际赛积分 能见度提升 也盼可以逐渐发展出自我特色 体育的新闻 您要是米吉 台北上罗道 而这回巴黎奥运新增的霹雳舞比赛 男女共有32位选手 将首度在五环电台上面尬舞 我们台湾的好手孙震 会在小组赛的第一组雷出赛 对象会是摩洛哥跟荷兰的对手 他们都是一些世界级大赛的获奖乘客 代表台湾出赛奥运首次的霹雳舞项目 孙震要登上巴黎五环殿堂 而这可能又是一场神仙打架的精彩场面 因为对手个个是高手 陈在红牛世界霹雳舞大赛夺冠的美国B-boy Victor Montavo 就是这一次很多人看好的夺冠大热门 即兴起舞自成一格 Victor Montavo来自美国佛州 爸爸也是B-boy 六岁开始就受到父亲和表兄弟影响 爱上霹雳舞 为了练舞还辍学 差点闹出家庭革命 17岁获得第一个大赛胜利后 打响名号 这一次披上美国国家队服 目标就是摘金 巴黎奥运第一次把源自街头的霹雳舞 放上竞技体育殿堂 也要让全球观众看到 来自不同国家的舞者 都有不同风格 像是来自摩洛哥 完全都靠自学 才20岁的比利跳舞六年 就取得了奥运资格 也是摩洛哥第一位霹雳舞国手 为了霹雳舞 甚至还自己学作曲 但是这一次在奥运 会播什么音乐 选手和评审都不会先知道 相当考验选手的经验和创作 法国派出的就是有20年资历的霹雳舞者 Dane 我的名字是Dane Civill 总是鲜艳多变的法色 可能是大家第一眼会注意到的 出生于法属几内亚的Dan 14岁就开始跳霹雳舞 19岁开始转向专业舞者 已经是多项大赛的常胜军 巴黎作为这次主办城市 新增霹雳舞 当然也是希望把奖牌留在法国 也让更多人关注霹雳舞文化 1970年代源自于纽约布朗克斯区 霹雳舞一开始流行 主要是从飞裔和拉丁裔 居多数的社区 逐渐在街头壮大 各种意想不到的编排 定点头转 大动作的肢体扭转 搭配节奏性强的音乐 霹雳舞成为了街舞四大元素之一 这一次在奥运会有九位评审 依据身体动作 想法 音乐性 等五大原则来评分 这舞台也是讲求性别平等 各16位的B-boy B-girl 竞逐奖牌 讲话轻轻柔柔 一跳舞就霸气外露 35岁的桑尼是韩国移民第二代 从体操转战霹雳舞 热爱跳舞的她还放弃了 美中品牌年薪千万的总监位置 另外这一次能站上奥运舞台的 还有她 代表乌克兰出赛的Kate 其实就是美国代表Victor Montalvo的太太 这对Breaker夫妻一起挑战奥运 也为比赛增加更多看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持续带您关注乌俄战场 尤其是最近乌军攻势相当的猛烈 大规模的越境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在周五也宣布了 库斯克州进入了联邦级的紧急状态 而且也向当地增派援军 因为就乌克兰300人的突击队 就冲住了俄罗斯的境内 展开了战争以来 对于俄罗斯领土的最大攻击 那么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 指出了为了要来消除恐怖袭击的威胁 他们现在也拍板了在库斯克 还有别尔哥罗德 以及布良斯克州 三大州实行了反恐行动 俄罗斯的国防部也说 他们出动了一架苏34的战机 要向乌克兰的苏梅州的乌军阵地 投下一枚FAB3000的重型炸弹 队伍乌军跟装备都要来进行打击 天都还没有亮就被爆炸巨响吓醒 抬头看空中都是飞弹的火光 天亮之后才知道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路上都是残破的碎片 俄罗斯边境的库斯科州居民 没有危机意识还在街上闲晃 浑然不知乌军已经打到家门口 也有人先逃再说 好几栋民宅已经毁于战火 居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 也跟乌克兰人一样要逃难 这次突袭让俄军措手不及 五人机空派可以看到 边境小镇已经陷入火海 事发都已经两天了 乌军似乎还在俄国本土内作战 不过讯息相当混乱 乌军可能动员了三个迎击战斗群的兵力 出动坦克装甲车 甚至重型火炮入侵俄国本土 前所未见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院就分析 乌军缤纷多路攻入俄国的库斯科州 部分控制名为苏甲的小镇 以及附近的道路 推进大概五到十公里 虽然过去曾经有效忠乌克兰的民兵 自由俄罗斯军团潜入敌后破坏 但是乌军正规军入侵 这还是第一次 虽然乌克兰官方也没有承认 但是俄罗斯公布这段柳叶刀无人机 摧毁一辆美制的布莱德雷战车的画面 就是在指控乌军用西方的武器来入侵 美国白宫赶紧撇清说 事前并不执勤 乌克兰现在也学 俄军先前闪电入侵哈尔科夫 牙还牙攻其不备 确实踩到俄国总统普京的痛脚 现在角色互换变成俄罗斯指控 乌克兰滥杀无辜 只是乌军选择攻占库斯科的苏甲镇 背后可能有三个战略目的 首先苏甲镇不是普通的目标 原来苏甲镇里面有一座天然气的中转站 俄罗斯天然气陆路出口到欧洲的唯一途径 掐断天然气的供应 就是斩断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 第二个原因或许是声东及西战术 迫使俄军转头持援 缓解前线的作战压力 争取时间就是为了等待更多的西方武器 更多F-16战斗机交付给乌军 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政治考量 因为川普若是再次选上美国总统 可能马上会逼迫乌克兰和谈 占领俄国本土当作谈判筹码 这是一步险棋 可能分散乌军稀缺的人力跟物力 不过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场突袭 趁着天色昏暗当掩护 乌军的两栖部队搭乘好几艘的快艇 在南部赫尔松地区渡河抢滩攻占沙洲 从乌军的兵力上来看 顶多只能算是骚扰 很难有决定性的突破 乌军现在要改变战术 但真正的意图为何 扑朔迷离 而乌军现在似乎也是全面开战了 黎巴嫩的真主党 在当地时间8号发布了消息 说使用了25枚克丘砂的火箭 还有重型炮弹以及导引武器 袭击了多个以色列的军事目标 包括了像是乌军的铁穹系统发射平台 还有乌军的武器基地 那么目前似乎都在朝向 全面开战的方向前进 外界当然就担心了 是不是中东的火药库即将被引爆了呢 纽约时报就指出了 最快伊朗可能会在12号来袭击以色列 至于以色列的军队 他们准备好了吗 以色列的军队现在似乎也已经 做好万全的准备了 像是在火箭的发射 以及陆路的入侵 海陆空的防御 现在都已经在加紧准备 甚至是物资的储存 目前都已经开始逐步整K 以色列在7月31号刺杀伊朗代理势力的两名重要领导人物 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扬言报复 中东紧张情势 眼看要溢出悲口 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伊朗和真主党仍然按兵不动 美国与区域国家幕后的施压似乎发挥了效果 周四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加萨停火是伊朗目前首要的目标 报复以色列排第二 美国总统拜登和埃及卡达领袖发表联合声明 将提出最终停火计划 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下周回到谈判桌 参与停火谈判的人员透露 目前协议还剩四五项争议待解决 以国总理纳坦雅胡表示 会派代表参加讨论协议框架 但未表态是否会同意 哈马斯尚未回应 哈马斯原本的谈判代表 政治领导人哈尼亚遭以色列暗杀后 谁会取代他出席也备受关注 相较于哈马斯 以色列更加忌惮真主党 因为他们的火力极为强大 非但攻击范围涵盖整个以色列 数量上看二十万枚 伊朗报复行动迟迟未展开 据传真主党打算不与伊朗合作 单独对以国进行攻击 离巴嫩卫生部为全面开战 做准备 贝鲁特和南部战区边境医院 开始大量补充紧急医疗用品 以色列也回呛 真主党若攻击 绝对会以牙还牙 国防部长格朗特则警告 真主党的暴富会连累 离巴嫩付出惨痛代价 以色列也全面戒备 军方加强全国空袭警报系统 包括传送警告讯息给居民 各地的防空洞也设置远端遥控 遭到攻击时可以立刻解锁开门 让民众躲避 以色列全国紧急医疗机构 也将捐血储存在地下血库中心 这个中心还特别加厚水泥墙 耐得住爆炸 伊朗另一个代理势力 叶门反叛军青年运动 不甘袖手旁观 领导人8号对外表示 愿意配合任何反抗轴心成员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国际端促以哈签署停火协议 也警告伊朗若是发动攻击 将不会得到任何协助 约旦外长就与伊朗总统会面 表达绝不允许伊朗 使用约旦的领空或是土地 成为一部分战场 另外有中东专家 根据停火协议的内容 进行评估 认为达成停火的可能性 不到40%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时间不一样 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不少人认为Z世代 应该都属于月光族 于是到了月底前 都花光光的一族 不过现在可能要颠覆 你的想象了 因为根据信用卡公司调查发现 我们带您看到 18到25岁Z世代 他们现在喜欢用的是 签证金融卡 原因有48%的人认为 不希望自己的消费 超过自己可以负担的范围 而且他们还发现 当中Z世代有94%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理财 都有相当程度的规划 而且有7成5的人 会拿五分之一的收入 拿去做理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专业投资人就分享了 其实是因为 现金的薪资相对来讲是比较低 再加上最近的股市真的很热 因此吸引不少的年轻族群 他们踏入投资市场 希望帮自己增加更多的被动羞辱 观看着理财资讯 身为Z世代的Sandra 即便还在学 也运用自己的零用钱 以及打工赚来的积蓄 进行投资 其实我妈从大概高中 她就一直在叫我去买ETF 可是那时候就是懒 就没有在听 可是是长大之后 开始自己又在打工 就意识到 其实赚钱真的蛮难的 那就想说 那不如就试试看 它其实算是 算是最保险的一种投资方式 除了家人的鼓励 再加上自己的学习 让Sandra更有勇气 踏出第一步 刚才讲ETF的话 其实是今年才开始 刚好今年初一月 那如果是活存的话 其实已经开始一年多了吧 对 那ETF的部分 因为最近刚好碰到 最近台股非常大涨 所以非常非常有感这样 对他来说 除了是手上的钱 能有效利用之外 其实也改变了自己 对于花钱的习惯 我周遭其实是有听到 蛮多月光族的案例 但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 因为现在是大学生 他们可能家境比较 比较宽裕一点 所以他们来说没关系这样 对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确实就蛮严格要求自己 就是生活费上面 就我只能花一个 比较少一点的数字 然后剩下的钱就是存起来之类的 或者是ETF之类的 因为毕竟感觉玩股票要 有一点知识在 那可能现在先把自己生活过好就好 出国其实很久之前就在想 但是近期才确定说 我真的要出国 但是平常就有在存钱的习惯 所以就不会可能突然一次 要用太多钱会有什么负担 同样是大学生的Sunny 虽然没有投资经验 但也不是月光族 毕竟自己有在打工赚钱 对于自己的花费也更可以掌握 之前没有打工 所以你钱可能都是来自于爸妈 所以你可能花钱会特别特别小心 可能吃这个买什么东西都要想很久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存钱之后 其实就不用不太会担心说 我可能突然临时没有钱去花 所以其实自己存一笔钱在身上 其实其实实施都可以领出来 这种感觉比较放心一点 过去不少人认为Z世代应该都属于月光族 不过根据信用卡公司的一项调查 却跌破大家的眼镜 发现Z世代当中有94%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都有理财的规划 而且有75%的人 他们会将1%的收入拿去做理财 调查结果显示 在通膨压力之下 有70%受访者会减少非必要项目消费 59%则会透过理财等方式增加额外收入 另外也有57%会以评价品代替 43%则会选择购买机器品 还有25%会兼职斜杠 至少把挪出你薪水的十分之一出来 我认为这应该就不是难事吧 我给你算薪水很低 给你算三万好不好 你挪出十分之一 大概就是挪出三千块 其实三千块它击杀还是可以成塔 但是你的想法如果是收入减支出 说真的最后这个储蓄搞不好都是等于0 所以才会所谓的月光族 所以应该把这个公司稍微倒过来一下 应该是你一个月的支出等于是什么 你收入减储蓄才等于支出 对资金少的投资人来说 一点一滴都可以是创造收益的开端 不过专业投资人提醒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想加入投资市场要做足功课 2024年的大盘 我不要讲个股 因为个股标股太多了 光大盘只会涨三成 就涨30%了 也就是说你一个不会投资理财的人 你只是傻傻的去买0050 或是只是买一个台积电 或是买一个比较大型的股票 其实大概都可以赚三成以上 所以说这个时候没有在做投资人 他会看到身边的人 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就可以赚这么多钱 所以他们有一个观念 投资好像很容易 两年的突然增加新手人很多 第一个就2020年 疫情爆发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做什么 或者是没办法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新开户人数多很多 2020年是一个 再来就是今年2024年 股市热潮带动更多的投资人进驻市场 不过投资依旧是有风险 下手前要衡量自身财力 TVB的新闻 何江西丹慈特报导 全台房价高涨 民众房贷越背越长 有些银行甚至推出了40年期的房贷 就连新清安也拉长到40年 根据联征中心最新的统计 去年第四季房贷族平均背的贷款期数 再度突破300个月 一般民众可能到了老年都还没有还完 这代代相传的贷 已经变成贷款的贷 这个是我家的这个装潢 当时的格局是三磅两层一套位于设备 张先生五年前买下位在南港的中古屋 近30平的空间总价1538万 选择30年期房贷 认为好处是每月还款金额较少 手边能有多余资金做灵活运用 让我的岳父稍微轻一点 那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就是 支出要去负担 所以我就是先让 想办法让我的岳父金降低 那我多余的资金可以去做一些 其他的运用 就不会说把所有的钱 全部都放在房贷这个领域 30年房贷进可供退可受 他目标55岁前把房贷还清 也提到身边有人每个月要还8万块的房贷 丧失掉很多生活品质 他一个月大概要还将近快8万块的那个贷还 那我听了我都觉得 提到那些黑白冷汗 就是等于是 因为毕竟房贷它是一个很长年限的 20年到30年期 你中间不能有任何的一个散失 我觉得最理想最理想的状况之下是 你的房贷支出不要超过你的薪水 三分之一以上这是最理想的 那当然我觉得在台北市比较不容易做得到 但我觉得大概的上限最多就是一半 30年期房贷已是国内房市主流 有些银行更推出40年期房贷 新清安也拉长到40年期 在全球有的国家 房贷年限更放宽至50年 包括日本韩国和英国 主要国家中又以瑞典房贷年限 105年最长 而随着全台房价高涨 民众房贷年限也越背越长 房价高涨使用30年期 甚至更长年限的房贷 渐渐成为主流 根据联征中心的最新统计 国人去年第四季 平均贷款期数已经来到了304期 也就是国人平均要缴完房贷 就需要25年 购物族苦哈哈 10年来房贷期数增加70期 房贷族平均贷款多了近6年 在高房价的现实下 只能透过拉长房贷年限 来降低房贷压力 这也是新清安上路以来 平均房贷期数 首度连续两季突破300期 现在新生贷的这些期数 基本上大概都是以250期以上 那它的每一期就是一个月的意思 所以以平均超过300期来说 就是你除以12就代表说 其实现在普遍新增房贷 一定都是在超过25年期以上的房贷 房价不断高涨 所以透过相对比较长期间的 房贷还款方式 确实是有效可以降低 每个月的还款压力 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年 因为整个市的市场上面 是比较容易找得到 相对投资报处率好的商品 那当然同样的资金 它可能相对之下的话 会比较有效益 它就不大会去选择 先把房贷去做清场 从区域来看 去年第四季主要都会区 六都当中 除了台北市平均290期以外 其他都在300期以上 而房贷期数最长的是新竹市 平均331期 约27.58年 再来是新竹县327期 房仲分析 主要原因是近几年 新竹房价涨幅高 购买大楼 屋龄教薪 加上竹科工程师 运用财务灵活 理财观念好 都希望贷越多越好 把钱拿去做其他投资 特别是在竹北 你基本上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新案 大概都是要至少动辄五字头起跳的价位 那也当然他们那边的这一个 房贷期数的增加期数 就会变得比较长 再加上他们这一边的竹科的人士 他们其实本来在这个运用财务上面 就是比较灵活 所以他们呢 其实还蛮习惯借由这一种贷款的方式 让自己的现金流能够保持 所以新竹这一边 他这个贷款的期数也因此这样的成长蛮多 房仲也提醒购屋前一定要详细计算出 每个月可以负担的房贷金额 延长房贷年限 也会增加总利息负担 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 活到老还到老 拿捏需要谨慎规划 TV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医护短缺急诊看病都要等很久 为了减少患者跟家属的负担 卫福部现在推出再宅急诊 救过模式 护理师随机应变将点滴挂在衣架上 帮患者王贝贝打抗生素 坐在自家房间椅子上 王贝贝看起来蛮自在 83岁的他之前呼吸急促 全身发冷 家人紧急带他去医院急诊 检查后发现是肺炎和泌尿道感染 经过医疗团队评估后 改成在家照护 当然这个方便很多了 免得到医院的那个交通上方架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可以减轻再验感染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 避免因为交通动静 而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伤害 还有你晓得老人病弱 一动不如一静 如果行动有时候 不小心会摔倒了等等 长辈不用睡在急诊室等病床 减少很多身心折磨 卫福部从七月开始实施 在宅急诊照护事办计划 可以说是居家医疗的升级版 收案三大对象是居家医疗个案 照护机构住民 像是长照机构 还有急诊感染症轻症的 行动不便民众 这些病人经过医生评估是 肺炎尿路感染 软组织感染 例如蜂窝性组织炎 如果只需要使用抗生素 不用到家户病房治疗 就可以启动在家住院服务 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急诊带床的病人 大概有三四成 这些感染症的 那这些感染症 其实如果施打抗生素 就可以把它治疗得很好 那这个其实如果病人 没有那么复杂 所谓复杂是不是有生命 真相的危险 或者是败血症 引起他呼吸困难血压掉 如果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在家里 在家里治疗 我们定期有一位人来看 其中在宅急诊照护前 医生会先诊断 再来家里评估 之后护理师会每天来帮患者 打抗生素 再借由穿戴装置 做IOT远端生命真相监测 像是血氧等等数值 都会上传云端 必要时医生也会视讯看诊 这个计划一方面是降低急诊 幽色状况 另一方面也让病人跟家属 能不用苦手急诊室等床 我在急诊看到很多的这个 看护或是这个照护者 其实辛苦的是旁边的照顾的人 不只是病人本人辛苦 他其实照护者也很辛苦 现在在急诊 幽色的情况下 他们平均会在急诊 大概两到三天 这两到三天 他们在旁边 其实是非常煎熬的 那有这个选项 让他们可以在家里 睡在自己的床上 照护着自己的家人 以文山区来说 真的老人家非常的多 那很多都是住在一些旧市公寓的 那没有任何的电梯 那常常就是有一些功能性 真的已经比较差 完全几乎卧床的 有时候真的 他连踏出他的房间的门 都没有办法踏出去 对 这时候其实居家医疗 就真的是给他们 就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 高龄化的台湾 就医需求只会大幅增加 老人家一直频繁进出医院 也容易有交叉感染风险 在宅急症照顾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也能让医疗资源有效运用 我们会有一支电话 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 我们叫call center 就是健康一个管理中心 那这个24小call center 就会判断他 是不是像我们跟他卫教 是不是紧急的状况 如果是的话 我们可能必要时会再赶快 来病人的家里再看他一次 在宅急症照顾 可以舒缓不少医疗问题 不过也相当需要护理人力 因为需要每天到病患家中 在现在全台很缺护理师的情况下 在宅量能要大 是要克服的难题 需要政府更多配套措施 TVBS新闻张正恩王一杰 听不到 慢性偏头痛的成因 复杂而且多样化 尤其是遗传因素 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慢性偏头痛是一种常见 而且是困扰性的神经系统疾病 通常每个月至少有15天的头痛 其中至少有8天是偏头痛性头痛 持续超过3个月 这样的状况影响许多人生活质量 症状包括中度到重度的头痛 恶心呕吐 对光或声音敏感等 值得注意的是 偏头痛是常见的疾病 根据统计在台湾有高达200万人 深受偏头痛问题所苦 偏头痛非常常见的神经科疾病 大部分民众都认为 偏头痛不治疗不会怎么样 虽然偏头痛不会致命 但是偏头痛有很多长期的并发症 如果偏头痛没有经过适当的治疗 它的频率可能会从每个月 零星发作变成每个月 频繁的发作 如果一个月发作到15天以上 我们就叫做慢性偏头痛 慢性偏头痛如果不经过治疗 就会产生很多并发症 很多研究显示 偏头痛其实是造成失能 一个很常见的疾病 慢性偏头痛造成的疾病的经济损失 可以说是世界名列前茅 慢性偏头痛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 神经过度敏感的现象 所以偏头痛的病人 常常不是只有头痛 而且它跟其他的神经区域产生一些对话 所以慢性偏头痛的人容易产生 犹豫产生一些睡眠障碍 那甚至还产生一些身体的疼痛 偏头痛在台湾流行病学研究 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 有偏头痛 男性大概5% 女性大约15% 偏头痛治疗 其实不仅是止痛药 很多人以为偏头痛发作 只要吃止痛药就可 但实际上偏头痛的人 如果止痛药吃太多 就会变成一个类似成瘾的现象 一般来说 任何的止痛药 一个礼拜吃超过两天以上 长期下来 头痛可能就会越吃越多 最后就变成天天痛天天吃 不吃就痛起来 这样子一个类似成瘾的现象 所以偏头痛的治疗呢 如果发作频率很高的话 并不是用止痛药来治疗 而是需要用这个预防用药来治疗 那如果一直吃止痛药的话 会变成恶性循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每天服用预防性的用药 就非常的重要 预防性用药呢 它可以改善脑部的兴奋性 那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让脑部的活性 不要那么的敏感 台湾人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吃药常常会觉得 会对身体有造成一点影响 那目前医疗的进步 我们除了在预防治疗方面 除了药物之外呢 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 也可以让大家来选择 传统我们中医的针灸 或者是按摩 这个对目前在一些新的研究来讲 都对头痛有一定的程度的改善 如果家族中有偏头痛病史 离病风险就会提高 此外大脑中的神经传递物质 像是血清素异常 可能引发或加重头痛 慢性偏头痛病人可以使用一些预防的药 那我们用一些简单的话来讲 预防的药就是拿来调理体质 让你的神经不会对外界这些刺激 过度的敏感 那减少这个神经过敏的状态 就可以减少一些疼痛的情况 如果全身有很多痛点 我们就要叫做纤维肌痛症 这个部分像Lady Gaga就是很典型的 慢性偏头痛和病纤维肌痛症的病人 失眠本身也会造成偏头痛的频率增加 很多头痛的病人都会抱怨记忆力不好 像有病人就会说 我打开冰箱不晓得要拿什么 这也是因为慢性疼痛会干扰记忆力 专注力 忧郁是偏头痛很常见的并发症 神经内科医师提醒 如果一周头痛发作超过一天 止痛药一周使用两天以上 可咨询医师是否需要服用预防药物治疗 TVBS新闻肖云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ith众开启榈 分 audi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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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课